然後回到觀光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林村的村民住的地方 然後可能會有人覺得說 小林村是直接在封災港的時勢造成在 我把這個住的地方住的前景 的確有 可是整個小林村他在後分成三個地方 就是一個村財神三個地方住 然後三個地方有各自的特區組織 然後住在山林大愛的這一批 多數是風災當時在現場的人 然後這一位是 我們一直很擔心的一個產品特效 因為他在現場 然後他有看過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們家以前的勝算有點像 在部落的話應該像是巫師 就是祭司 其實有些人 本身是有些人 祭司的時候要去看 對 祭司的時候立凱像子 立凱那個主持人 那工作品格很神聖 反正他們其實擔當了有一種的 可是下來之後呢 他們重新要去思考 該怎麼辦的時候 文化界的事情 他就跟我說 我要講文化界的事情 你說不該怎麼偷文化 就是下來之後 不管是漢人也好 或像他們其實是 評估不得不知也好 他們都面對的是這個問題 然後 這個啊 應該不會有人懷疑 我們是用Photoshop修的吧 我們像Photoshop的時候 有很多人騎說 我們是用Photoshop修的 最後呢 當大家Google發現 很多人拍到這個時候 真的也把我們好佔心它 哪裏有 看看哪裏有實際 這個是現在在山林大的研究物 還踏到的時候 他不只這樣啊 他還有其他人 比如說 一早起來 他要服侍在馬路上 那時候 我們一整個問過他們 就是說 跟我指令說 為什麼要好那個系統 他說 那是當時的災命 那他們人為 那些自動自願行下來的東西 但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聽過 哪個警察說 我當時有認同 好 我會行在這裏 最後 這個是誰寫的 不知道 剛剛現在還擔心他兒子 不過 如果居民有一些 自己的另一套想法 比如說 像小民屋跟住人那邊 他們就會自己懺悔啊 然後 因為實際不是叫大愛嗎 他們就說他們叫小禮小愛 這裡是 後來從 那馬下山上牽下去的 布洛洞他們自己開的工坊 然後 一開始也經營了 因為 不太會有人去拍 然後 他們就要靠著 不停的去擺攤 然後 不停的小漫爪 讓大家會喜歡他們的熟透 然後 才慢慢的 稍微有比較多的熟路 可是那個 慢慢的 我已經變了熟路 已經過了四年了 所以大家開始沒有想像四年 他們怎麼辦 然後 其實我本來 就是忘了怎樣的照片 是我出門 所以我在整個 問他 有一張 這個人叫 李竹錦榮 他是 風災當時 他親眼看到 小林村 被 就是 帶過去 被那個族群帶過去 他人的現場 然後 他很典型的是 有創傷之後 裡面的症狀 沒有 都看到我們去 他知道 你是誰 可是你的人 跟你們 他對不起來 然後 他就自己跟我們說 其實風災之後 他常常會出現 然後 就很恐怖 我們在猜 他可能是 那個時候 受到的 人的打擊 太大 然後 他就在大哀 就跟他講的 鼓探 有一次 他來參加我們 去討會 然後他就把 他來參加退役的 錢道 寄回來給我 然後我本來沒有注意到 但後來 我翻過來才發現 他在那個資道表 後面寫的 很手函 這一個書院 我有一次 我去他的家 我想看到這首詩的詢問 他的大意是說 他的父親 加成他人 從來被群眾 然後他 反而無難地 開他日本的小名 所以就很快 日本出落 然後 到了 這個地方去之後 一切就是 很不適應 沒有想念家 想念幾個 在那個 不用說 我沒望著他們家 我們還是思念愛情故鄉 然後 我們有一次 就前面有去跟他聊 然後 我記得很深 跟前面有去跟他聊 跟前面有去跟他聊 然後 然後他 講完他哭了我也 因為他這時候 就聽我跟他說 我們家還好 我只是爸爸媽媽不在 我們家隔壁的事情 跟他們家走 很重要 然後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對我們來說 如果今天 我自己的父母親走了 我覺得那已經是世界毀滅的系統了 可是 因為他們附近的 鄰居 對他們 對他們論賬 他就會反過來 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人就是太好 然後 因為小林的 他的那個 附落的 負面的情況 比較特殊 可是 他是在 一直 適用的 合併的 那個 模式裡面 1到2個人 14 3到5人 28 5個人以上 34 他們家 4個人 還有5個 然後 他們配到 28個 他就說 他們那個時候覺得 因為我們出雙 幾乎 大家都是 小孩子沒了 很多人 抱著的希望是 我到永久之后 我要把小孩子 生活回來 才可以讓我們這個家族 家族的視窗 但是 他本人 他自己跟我們說 他就要求說 你們不能夠在 合併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幫我們想一下 我們以後要 失陪的這件事情 然後 那種刺激啊 就靠這幾個字 跟他們說 沒有房子 所以 一定要持續 後來 他們 跟小女孩 那邊住的 那種 上去的路 叫 知足 跟反而離路 那個對他們 那種心理的痛 到最近 那個女子一帶 然後 他就說 他們可被女子 真正的想要把小孩子 上去 一個私人的鬼子 當他們很認真的 想要 就是努力的去 去做事 鬼男生 的時候 先生的愛證 那 這件事情就等於是 他們那個家族 女子在這邊 就出擊 類似的故事 其實在小女子裡面 非常的多 只是 現在到這麼久之後 我覺得 可能會有很多人 因為他們講說 阿翔他們拿了很多錢 跟很多資源進去 那我記得 有個居民間直接 跟那個人說 誰想要拿這種錢 大家那種一定是希望 父母見大家的人 誰希望拿到這個錢 好人好 好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最刺激 這是刺激蓋 回合國際 你在高雄 那時候是說 要對付的信用 就是 你有宗教祭儀阿 比如說 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 就是 社會祭阿 什麼的 可以在佛房裡面 你知道後面是什麼嗎 這一組 就是 正人 上人像 然後 居民就說 因為那個 宗教的暗示太過強烈 然後他們多數 吸引自己的 就叫 就叫做唯一真神 可是你 都放了在這邊 其實很突兀 然後 那時候實際又說 希望他們有三部運動 不愁煙 不喝酒 不吃冰 還希望不殺生 可是在布農族裡面 結婚 一定要殺絕 好啦 你在一個 充滿了磁性色情的地方 就是你要殺絕 這是一件 多麼的衝擊的事情 這件事也鬧了一陣子 最後 實際都自己敢 不了那個 文化的需求 然後就也 就算了 可是這個佛堂 最後沒有成為活動出行 政府還另外花錢 在農族路裡面 再蓋了另外一個活動出行 比較具有原住民色彩的 演護的這種行動 那這個呢 只有給我們 就直接 這是有營養場 這是國產女人 然後 當時他們承諾說 會給進行工作的機會 會讓大家去 就是從 以前是比較出房式 出歌式的 你不會做什麼經濟的 如果你下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游擊啊 什麼的 但是 他們的孫內 是這樣的 如果我今天附得剪石頭 我就是一直在剪石頭 窮級一生 只要我在游泥 我就是一直剪石頭 如果我是附得仲裁 窮級一生 我在游泥就是仲裁 你就只需要 那一個環節 記住 可是你沒辦法從回學到位 而且你妹的管理規則 非常不同 到後來 是 那時候有時候 要搞的 正在游泥就沒有機會 可是後來 就在你家裡沒有機會 不過後來 後面的關卡 因為後來 那個廠長換掉了 你知道現在後來 有更好的情況 然後這個是 他們的追餘 跟迴見 政府一直揚言說要拆 可是居民就說 我現在的空間這麼小 的關係 已經趕不下 然後 我洗好的衣服呢 有沒有地方可以曬 你們給人家的正宇棚這麼短 下雨的話 雨一定會撥進去 如果這個時候 我不用煩 不知道我一直要放哪裡 那政府就沒轍啊 他也沒辦法 他也沒辦法 他也不知道他怎麼拆 因為你要拆 你就在圓圓一千多不通 都要拆 他就是採放任的方式 讓他們那邊 就是生活比較舒服 然後呢 在永久間裡面 是不能做營業的 按照你們的合約 三方七元 是不能做營業的 尤其一千多個 你們就知道了 媽媽偶爾應該也會有機會 就是有權利 說我先不想煮飯 只是在原本的規定裡面 是不行的 不過就是 到戰後的帝斯呢 慢慢來大家會 想要出一個新的方式 像你去商店 有一個武漢 所以到處去掌握 去拿小偶小吃點 什麼的 還有賣牛彩香 然後再來一個是 搬下來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物資的文化 因為你的下來 那你是跟漢人的文化 你的文化 應該要給不去 是一個問題 上面這兩張 是武漢台鄉的 特別的魯凱族 其實已經是從一陣子 他們到去年前面 還去到台東 去找台東的魯凱族去學 他們原本的通通舞蹈 回來之後 教 小朋友的舞跳 以前政府都沒有在乎 什麼事情 去年的話有跳的時候 效果沒有不錯 政府就說 哇你們跳得很好 那可不可以 我們伴舞弄的你們來表演 這就是政府對 他們文化研究的 導速方式 然後這個是柱麻 在很多部落裡面都會有 那種編繩 就是用柱麻搓成繩柱 可是後來因為工業化啊 所以就慢慢的不見了 可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然後部落的人就說 後來是要把這個文化去 把它找回來 出文老人家 所以老人家也是講的七零八落 然後七零八落已經是因為 已經很長 但是沒有用這個技巧 然後他們才試圖 自己去想辦法去跟文化部的工藝中心 就是寫計畫 去提案 只提了十萬塊的經費 沒辦法自己在自己吃 剛剛那個心靈跟臉 就從事就是大家講好 不然我們去開地 我們就先不要種各自的 我們就大概拿出來公用 我們先種柱麻 先做那個文化的覆益 到最後全部都靠自己 然後這是十萬物 其實蓋石板啊 是因為非常輕易的工作 就是你要如何讓那個石板 一直也成立在一起 不能用水瓶 只是一塊壓一塊的 把那個盤子蓋起來 但是他們老主心的智慧 其實也是文化遺產 在那個世界的 有成立的文化遺產吧 是黨衛其中一個 但我們政府 對於今天政府的態度就是 暫時還看不見 我在想如果等他們做出來 想過的時候 政府比較多 然後我繼續坦白說 我們的網站的性質 比較站在居民的理想 那站在居民理想的原因是 因為你必須要有管道 讓居民可以跟政府 跟恩局 不管是跟你們的恩局 它就要有一個對話的問題 那我也相信 我們其實抱的不可能 不認同 或人覺得說 我們便利房子已經很好了 你們還想要怎麼樣 我們漢人專門買房子 之間 隨便一定要上清 我們必須要賺一輩子 今天政壇說 今晚會再七百萬嘛 今晚會再四十年 然後被四十年來 帶頭一下有間房子 你們只是發生一場風戰 而就有間現實的房子 為什麼還不準時 我覺得 使用媒體有時候 存在的必要性是 你要讓事情有重新被談論 被知道的空間 那個時候 這個社會議題 它才有機會 被更多人 製造正確的訊息 那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的網站 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安全的部落有沒有 特拉服部 跟河一樣一起走 我去年是走這邊上去的 然後就是 就是剛剛我們開始看到那個 是韓館 韓館到我這邊 然後有三分四分四三高的 那個韓館都在這裡 就是去年的時候 很巧的是 今年 下雨之後呢 那個情況跟 集中組不一樣 每年斷都斷在想 連居民都說 我覺得我們都已經特拉服 公務局可以修路了 為什麼 我們跟他們講 要怎麼修 然後他們就是不會照文 然後就是要怎麼修 然後 這個態度也很要 當他們 他們也不是不跟 劇民談喔 去跟劇民談的嗎 然後就會請那個專家 去公共工程的啊 什麼公共工程的來 有一次 他們在步驟 然後步驟的專家 在質疑說 你不能這樣修啊 這樣修 就在那邊 什麼的 然後那個專家 講不明步驟的老人家 他跟那個老人家說 這麼厲害 到底會說英文嗎 他跟那個老人家說 如果你這麼厲害 到底會說英文嗎 你知道那個 不能修老人家 信心打擊之大 他就覺得 你怎麼可以這樣 巧不起我 你怎麼可以這樣 巧不起我 不是會一定要 松樹長斜斜斜斜的 有沒有 他們就會說 這樹橡坡 你看那樹長很歪歪 這很危險 他們認定的 安全的方式 是用這樣 甚至 那個是林長 他有碰過那個 專家去看 那邊的土水 有沒有前世 文之家 那林長就說 他這裡有一個 樹橡坡 那個他土水的可能 這樣很危險 他不好 然後林長就很生氣 他就跟那個專家說 教授 你有沒有看過怪獸 我就說 有 他說那也看不出來 那個痕跡 是怪獸的時候 去挖的痕跡 然後 那教授就 自己被炒掉 他就說 那怪獸怎麼 不來挖這裡 然後他就更不高 他就說 功臣不是你們做 你怎麼會誤我 你幹嘛 然後因為那天 那教授 帶了一個很大的斗力 旁邊的那個教授 都沒有人講話 他就 就笑一笑 問他們說 你們這個 做這一行的齁 是不是 斗力帶越大 可以講話越大聲 然後大家就會想 那下次我要帶那個很大的 一般你就會聽我的 他 然後他就說 他那些 當他們現攤的時候 可能他覺得 波羅人是動作 你 就聽到的專家 說 快點 看見 會漏花 天被人家 怎麼會漏 快點 走 這個 就是 我不能說全部 但我只能說 很吵人是被我們碰到這樣的專家選擇 然後 我覺得 這個是做笛者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要把事情說清楚 然後 網路行為的性質是 你不需要去擔心說 我活著 這個 這麼多分鐘 我們可以有比較完整的篇幅 去寫 去說清楚 然後我一直也都覺得 這個 我覺得當季的這件事情 他不是一個很高門的男子 但他只有一個前提 所以你要先當人 我所謂的當人是 你要懂得感同身受 而不是去問說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或者是說 你難過嗎 你生氣嗎 你傷心嗎 我這不知道說 我們 萬一我只要走了這麼多 跟別人問我 你難過嗎 你傷心嗎 你生氣嗎 我相信 現在那個 對菲律平的那個洪家 他們應該也在 按耐著脾氣 我覺得有的時候 記者會被罵 或是有原因的 但是 我也覺得 有一些事情 是大家要重新思考的是 我們真的給 記者很大的恐嚴 其實處理 一個深度的新聞問題 真的有電視面 有卡牌說 他們想說 黨關好東西 會讓我們 會做一個深度報道的問題 可是很現實的是 那個報道 然後就反而進 報道出來 收視率掉下來 這是一定很現實的事情 主的就會說 這新聞觀眾不判 觀眾不判 收視率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會沒有收視率的事情 可能是時間久了 大家都忘記了 但我相信 今天大家會願意 走避難車 也是因為 你們很在乎 因為 因為 其實在阿里山 阿里山也是很嚴重的狀況 到現在 他們應該在那裡 然後 我覺得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事情 然後 也很希望大家 記得說 98年發生了 狼狼災 他到現在 一直還沒有結束 然後 那個不應該只是 當時 受災的 利益責任 那個是 大家都應該去關心的事情 因為 沒有人能夠確定 下一個是誰 像98年這樣 九年的 反大牛股高雄失去 那按照政府的邏輯 如果一間水就要吃 那高雄市 要射去哪裡 是要小流球嗎 是不是 然後 如果像他們這樣講 極端青蛙 現在這麼熱很容易 熱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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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才不要搬去 就是搬來搬去 那已經不是 解決是什麼方式的 也許我們 應該要 繼續去思考 怎麼樣 會是更好的方式 甚至於把人 當成本災 以上是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說 謝謝 所以 換場 還是要休息 還是要不要休息 還是要不要休息 不過休息就叫照陽一下 休息就叫照陽一下 要不用休息 這個 就換你了 你要廣告一下 你們 募資 好 他剛才說的 有很多具體的內容 就在這幾本書裡面 永遠 永久的 你想講 好吧 好 那個 蘇姐我不想講 謝謝 謝謝 這本書是我們 去年 就是針對永遠的事情 寫下來的兩本書 然後 跟學生物體內功 然後裡面講的 這本講的 是永遠的事情 然後 這一本書的 所有的收入 是不是要過來 一年七月後 再處理的 紀錄像 從這邊的書 的編集費用 還有我們到目前為止 來做的 寫字的寫字 當然 正是公司 出的期間 我覺得這次大家 我覺得這也有人 才提問 你覺得是牌子 老公買的書 都覺得旗幟 只是我覺得 當然你看這些書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 你知道他們的 其他的故事 因為海爾街 是個人的物理 專案的部分 然後 然後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次網路點掉 然後可以跟他 再重新問一下 還是不夠買 不過大家不要小 因為他因此 就是覺得我在推銷台 就開門離開 不用嗎 之前 我莫拉克 我莫拉克之後 我在高雄 跑了兩年的時間 在高雄 就是納馬下的隔壁山 跑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掉到 然後開始跑 台灣族的區域 包括平北、中南 就是從三地門上 看我來 一條到湖南下 這樣 那我這次講的 就是 我在平衡官查到的 那我想要講的 其實是因為 爸爸之後 到現在都還有好多人問我 包括認識的人 會問我說 如果山上這麼危險的話 為什麼還是一定要在山上 那就算你山上的部落是安全的 可是道路一直亂掉 為什麼還要住在那邊 那真的搬下來 有那麼多嗎 那已經有永久屋 雖然適應上 可能 可是在永久屋 努力去適應 跟現代的新生 現代化新生活動 真的有那麼多好嗎 那 再加上其實 高雄這邊的情報 是因為有一個 實際這樣子的 一個很大的慈善傳統 然後他的行善的風格 非常的有爭議性 所以在88之後 他蓋有手 這個跟政府合作 在永久屋的過程裡面 大家的批評的見法 很多時候都是這個 他實際行善這個 可是我自己會覺得說 當然行善的方式 必須是要反省的 可是政府的政策裡面 他的確就是 現代的思維就是說 山上危險的 你就搬下來 然後給你房子 給你房子 給你工作 你要什麼要求 你要土地的話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至少抽籤 心理跟地牌給我這樣子 就是 我都給你了 為什麼你還是不能夠 好好生活 我們為什麼還是 每天在漲 換你動作物 我覺得 實際無形容幫政府 打了很多的劍 但是真正的政策定調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是要可以回到 屏東的部落 到底什麼是牽涉這件事情 然後為什麼跟 政策上會有這麼大的 一個衝突的距離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回到 我想以屏東的部落來 舉例來 講說 這一兩年 就是掉到屏東 一兩年還蠻強要的情形 就是 除了這個 直戰團體的這個 擋劍牌之後呢 我覺得 在現在的政策裡面 我們看到的 我們 也許有在觀賞 八八糟的場面 都會看到說 部落當時候 對於村村就是這樣子 到處走 整個高屏地 去到台中 去到台中 他們這個抗議的地方 從台中 南部一直傳傳傳到台中 很多部落都是同一方 因為 所有的部落都在抗議 抗議千村這件事情 然後很多村就是說 我們沒有布告出了一千 可是 部落真的從來沒有前行過 部落一直都在前行 部落在山上幾千年幾百年來 他們在山上一直都是前行 前行也有很多 因為 因為 列不夠了 因為登地不夠了 因為 人口反列 所以這些要分出去 那 那為什麼 這一次的八八之後 有政策來阻擋 的前行 就會是一場比 天災還要 那個 後冠零窮的 一個 一個災難 對 我想要 簡單 我想 其實在部落而言 沒有 如果 這個是八八之後 他們對於 我剛才 剛才我跟你們分享很多 就是 專家學者 來到部落的勘察 會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專家學者 對於這個自然環境 不是很了解 那 也的確是這樣 所以 當時這個是部落的老人家 這是盧凱族 由於政府當時就是 主流的 觀點的定調就是說 你們在山上就是不安全 然後都要簽下來 所以 是盧凱族的老人家 獨快的年輕人主持 他們自己的祈禱 上山說 我們自己的土地自己來開場 我們看到 自己的土地自己來開場 自己的土地自己來開場 有的部落是垮下來了 這是幾 這應該是幾個 有的部落已經垮下來了 然後 有的部落是 然後 有的部落是 部落都在山上 種了久 他們有他們自己 套的方式 去 去觀測這個 所以其實 對於 垮下來的部落 他們其實有想不到 也是想 也是 他們從來沒有堅持說 垮下來的部落 我還要遇到上面 我是可以遷循的 可是是按照 我自己想要的方式 可以遷循 然後 好的部落 我還是想要用 我們自己的方式 在山上 那 我這邊想要講到 就是我前一陣子 在萊毅啊 萊毅村 是一個台灣族的部落 大概 八成的人 因為河川的回流和上漲 所以到了永久 但是 然後 沒有去永久屋的人 每一年 只要雨季來的時候 政府就叫他們撤離 所以他們每一年都在撤來撤去 非常辛苦 可是 那邊的老人家跟我說 其實我們 我們不想要撤離 因為 我們撤離了 我們的老人家就跟我們講說 台風來的時候 不要亂跑 在家裡面就好 然後睡覺的時候 不要睡太好 稍微閒一點 然後遇到有什麼動靜的時候 趕快出來 看一看 有問題 就叫左邊右舍一起 大家互相幫忙 不要跑得跑 然後要搬東西的搬東西 我們在家可以照顧我們自己的家 我們會看水 他說你們平地人不會看水 但是我們會看水 我們會看 河川稍微有上漲的 我們就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家 大麻什麼的村糧 該搬的搬一搬 可是 去年六月的時候 政府叫我們撤村 他們都撤到平地 撤到草州去 你知道 然後一回來 所有的家當都 就是被 被 被淹的都淹了 被淹飄的都淹走了 那淹到的是什麼 其實 我以為是什麼 很難過的家當 可是他們來說是 他的芋頭乾 跟他的花生 那是什麼 那是他一整年工作下來 然後 還要很辛苦的處理 然後芋頭乾是要 在二十幾個小時 就是烘二十幾個小時 要沒有技術的去烘 變成一個乾糧 這就是他們 老人家以前 在雨季的時候 的純糧 所以我們的雨季 我們一向都在山上 我們用我們印度的方式 我們用我們探水的方式 我們用我們 路斷掉的時候 從來也沒有 負資不足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有純糧 可是今天 你叫我們撤離的時候 我這些東西都沒有 然後 然後我辛苦一年的東西 其實老人家很生氣說 我的芋頭乾 你要怎麼陪我 因為 這是我一年的辛苦 然後我的存量 其實都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後面 並不是只有 那個芋頭乾本身而已 而是 當我們現代化的 這個政策 跟機制 覺得用我們的方式 比較好 你看我定義一個很完美的 撤離機制 雨量多少多少毫米 撤離 路線怎麼這樣 怎麼走 去哪裡疏散 這樣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現代化的 一個很好的撤離機制 可是我們弄進了 部落生活在山上 基本上也是輕人 部落有一個 自己的方式 我們在 我們用現代化的機制去 為他們想 跟 希望他們這麼做之前 其實就是在理解 他們自己 自己的模式之前 我們就先活躍 這樣子 然後說 我們的方式 比較好 那光是一個撤離機制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現在這種 然後政策的思維之下 跟 其實 是部落自己衍生的一種 互助的 團結的 然後 跟自然的 隨時會觀察自然變動的 這樣的方式 其實就已經有很多 很難 對 那更何況是 衝衝這麼大的一件事情 然後 這個就是 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在 部落在 政府那時候 給了我們一件 希望他們簽下來的時候 這個是 三地門上的大射程 在三地門最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部落 他們為了要證明自己 絕對有能力 蓋我們自己的房子 做我們自己的重建 所以他們發動 部落的人 回山上去 遺傳石板 因為他們那邊就是業員 從來就是 舊地取材 蓋石板 他們回到山上 就是自己發動 遺傳石板 蓋了一個石板的石板 我們想要像外界 跟像證明 證明說 有辦法直接的重建 那 呃 這個石板屋也 其實有一個 在這過程中 部落的人告訴我說 其實我們 他在天災的方式就是 他是一個大自然的 一個 自然的代謝的過程 就是 他吹掉了 我們的石板屋 他不會只能吹掉 他吹掉的部分 就是已經 有點壞掉啊 或什麼的部分 然後他崩塌下來的原始 只要經過處理 他崩塌下來 他漂流明 就是我們可以去更新的一個 建築的材料 他其實就是這樣子的 很自然的過程 可是現在這個 他像其實以前石板 一樣神奇 然後現在是一個 呃 如果你其實 你被 跑去那邊石板 解漂流明 其實是被 會被警察 然後 然後 這些傳統模式 都不被 現在的政策實驗的時候 我們只能跟隨國家的 說法定義 都要完全 過來幫你幹 我們自己來找 國家幫你幹 這樣子 對 那 面對自然 面對天災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一個活動 跟大自然的代謝 那面對千奇呢 面對 這個是 泰武村 也是 一個台灣族的部落 就是他們 泰武村的一個 潛行 就是他們六十年的潛行 你的六十年前 潛到泰武村 然後八八次他們 又潛到我 特地的永住 這是他們 潛行的一杯 然後 嗯 我去過台灣族部落 每一個部落都遷徙 每一個部落都有很多很多的遷徙故事 從以前的 哪裡到哪裡到哪裡 為什麼遷徙 都有原因 有可能是跟別的部落之間的 平址的 爭奪 有的平址是因為人後 繁衍越來越多 所以有些分析就分析出去 那 以前的潛行就是 以前的潛行就是 以前的潛行要喬非常久 一開始我們看中了一塊地 我們平址覺得這塊地 適合住 不會有三公圖 適合住 然後 我們的巫師跟祭師 問過我們的祖先 說可以 然後我們部落還要去喬 因為一定有人想先 可能不想先 然後我們就要 談很久 來意的千村 談了五六年 一直在談這件事情 然後 談了五六年 才來意的老 我是說老千村 不是現在這次爸爸千村 老千村 談了五六年 才終於談成了 所以它不是我們現在的表決 政府提出千村方案 大家表決 好多數人說 好不好 我們配合政府 能簽 那少數人不想簽的 或有疑慮的人 就 沒辦法 就是一般兩倍 不過從來不是用這種 我們所謂的民族 現代化的表現 我們覺得這樣是民族 這樣是表現 可是大家母親是這樣 他們永遠是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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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喬喬喬到 甚至 它其實喬到最後 是大家都覺得 好吧 點好為止 那這個過程中 這麼漫長的過程 不只是意見的交換 跟協商 它總之是一個心情上的 一個反衝 到底可以接受 那 可是 在 88之後的千村 是 直接 給你一個選項 說你去有守 要不然你就留在原鄉 留在原鄉 你會怎樣 我們剛才聽我們講 很多其實都是 政府說 可承認自己 其實我不再有 所以回到原鄉 會怎樣 而是看你自己 那這個就是 只是 只有一般兩位 你們覺得 這個就是 現在88的一個 青春方式 那 這位是 他我父親的一個 大透明的一個 他叫秀英 然後我為什麼 會放他的照片 是因為 我覺得從 光從他的電話 就可以看得出 青春是一個 很複雜的事情 然後 一個人 光是一個人 他這個時候想法 跟那個時候想法 都很一樣 他那個時候是 呃 爸爸剛發生沒有多久 的時候 留在卡拉丑所 就去找他 然後這個新聞 跟在我們的新聞網上 他 他就 那時候同事 在康律前進 因為大透那時候 也是回傳 他的屋子 很蠢蠢蠢蠢 然後就說 那你們就簽吧 他媽媽不要簽 他媽媽不要簽 找人家的簽 在原地不要簽 他說我的人應該要簽 因為 他說我也很捨不得 可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簽 因為我們屋子 做完起來 然後他是做事的一名 我們以後 如果這個樣子 會有觀光客嗎 也許我們簽到 更靠近馬路的地方 更靠近 江東更好的地方 也許我們 如果不把整個更開 然後 但是他那時候也在猶豫 可是過了兩年之後 我到了母湧 我認識了他 採訪了他之後 他還在原鄉 他說我想了很久 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在原鄉 比較好 因為我喜歡 因為到了永久屋之後 政府給我們的 是土地 房子就是房 就是那麼大而已 然後 裡面有一個做為村的一個 領域 就是 我們都會反映 我們要 我們如果是以千村為 去考量的話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千村的一個 可以 未來發展的空間 可是 政府只給我們那個房子 然後房子不屬於土地 地不會再長大 然後地也不是屬於土地 然後什麼都不是你 我們就等於 就直接 我說 他說我們有住民共同土地 我沒給我的千村不好 我們就只有那個永久路 那如果我在大後的話 如果慢慢修好 然後環境也很漂亮 我希望我繼續在大後做生意 用我的 才能 因為他喜歡做生意 他喜歡去弄一些石頭 或腰啊什麼的 然後這些慢慢的來吸引遊客 我覺得我用我的才能 用我的心去 去經營我自己的 我的地方 去吸引人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我會比較滿足 而不是到永久 我就在一棟房子 然後我沒有工作 可能出完工作 我搞一個 我工的 所以 光是一個人 其實他的 那個 對於一個 要不要千村這件事情 就 都已經電話 就是他 他短時間 他的電話就 打 那 那麼 可是政府那時候 就只有給一個 千到永久的選項 那 對 那千到永久的選項裡面 我這裡要講一下 千到永久的選項裡面 在政府而言 其實也不是千村 這個就是最調理的地方 就是政府說 部落不安全 所以你們千村 可是他在永久的設計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以你的人數 還有你的戶數 去合配房 一定 然後你就在這個地方 你就只有這個房子 那 臺灣府的部落 是長四季成 就是 我這個家的第一個孩子 老大 不管是兒子還是女 老大 我覺得季成是我的家 分土地 我下面的弟弟妹妹 跟你們成家之後 可能會分配到一塊土地 然後有 在這個地域成家 可是 人口一直管一直管 你這個部落一定很夠 然後一定會 一定會破張 也就是以前他們也會破張 會分出去 這樣子 但是在永久的部分 就是部落 就是那樣 然後沒有相關的配套 像我已經剛剛講 也沒有根地 然後也沒有墨地 然後也沒有墨地 部落的祖先其實 以前是室內葬 葬在家屋裡面 那現在當然沒有 現在是葬在公墓 可是他們還是習慣 跟公墓的距離是 在同一個 或自己的地域裡面 這是他們自己的那個 跟先人的關係 是密切的 可是這個村裡面 什麼都沒有 然後政府就是說 沒關係 我跟你永久 這就叫做前村 它其實是用安置的方式 在處理前村 對 所以後面會衍生 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 就是又要求跟地 又要求什麼的狀況 其實都是因為 它是用安置的方式 在處理更多的前村 那這個大社這個村子 為什麼說他們說 事情能增大 其實這個政策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剛才講 就是千充要喬五六年 所以那時候 也許大家 關心巴巴的人 會聽到就是 部落的人 在呼籲說 我們需要終極 不要那麼快 我們現在終極 其實這個終極 就是一個緩衝的概念 讓大家有幾年的時間 可以安對下來 然後好好去討論 先後不簽這個 可是當時候的政策 卻走得非常快 就是 崇敬方說得非常快 就是 以當社村為例 這個是在一個說明會上面 是什麼說明會 是永久五的契約書說明會 就是永久五已經幹好 他們要簽那個入住契約 契約上改名說 入住永久五 不得我們肯定 他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做的是永久五 因為平庸先生 在一開始到 當初大社村的時候 因為大社村一開始 就要求中心 然後平東線都跟你說 好 我們私蓋中心物給你 可是當時 平東線我們答應了之後 中央端出了永久五的政策 然後全部轉向成永久五 包括這一批中心物 全部轉向成永久五的時候 不過其實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資訊很困難 不過其實很清楚 到他們入住前夕的那一刻 他們才知道 五千人契約是 入住永久五 都不得對 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大社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可以進去 整個部落 一個最古老 最新山的一個部落 就到了一個 不屬於永久的地方 因為他們當時以為 這個地方是走近 然後我們還希望 在塔普的前村 是到 另外一個叫做 青山村的地方 青山村這個地方 雖然跟大社村 不是台北村 可是他們跟大社村 關係很密切 就是我剛剛說的 大社村有一個批眼 是幾十年前 從大社村 就遷復出來到青山了 所以他們關心很密切 然後整片那個地方 就是他們的船航園 這是他們自己的地方 而他們現在在所在地 其實是馬家村的船航園 其實是人在屋簾下 然後不許他們自己的 而他們原本也沒有 他自己在自己的船航園 然後政府跟他們講說 所以你們不要去青山 玩家比較快 玩家一直在動 就這麼講 他們就去玩玩家 所以到現在 大社沒有完成自己的青春 也是 所有的青春 因為部落是你頭目的核心 所有的各家族之間的關係 包括祭祀 包括青年會的訓練 全部寫 一個頭目的核心 只要青春 林林寺頭目的第一個 到他們選擇的青春 一個地住 然後房子 大家幫頭目把房子幹好 才蓋自己的房子 然後 問個園箱 拿一把圖下來 一張單中 是告訴你 我們下來 跟著人家下來 可是大社常常 沒有做這種事情 他們不常常自己簽說 然後對他們而言 這個園箱就是不告的 因為你寫 讓你有情緣 然後 然後 告訴我們 做了主動的圖 對他們而言 這個園箱是不告的 然後 剛說下來的第一名 因為不是你的領域 然後你人在別人的小朋友的領域 其實也是人在我的眼下的 然後 所有的 生活的環境也很不一樣 然後經濟壓力 馬上的暴震 因為以前的欠照 沒有工作 人家在身上是自己 做了自己的事 但是現在一下來 也現在跟人家都在一起 所有的人都是一起 他們說一打開手 那個有出來都是錢 這樣 就是經濟壓力暴震 種種的原因之下 大社那 現在的第一年 有大概三四十個 主人 女胎 例如去水裡 發現人是情狀 也不是老人 講是情狀 也因為生活的不適應的壓力 然後 自己也 去捉獲一些不自殺 這個是做過自己 對外面講 其實對外面來說很嚴重 那 在客觀的原因 我們業務局也就是說 不會生活的壓力 所以 後來三四十個 情狀 你這麼晚的 你彈後 你一個月都在 你一兩月都在 你再搬上室 那 在部落內部自己 其實有一個說法 是因為我們沒有告訴 人生說我 人生死 所以 我們告而言後 主持人下來 帶自己去 一起 這次老人家自己 裡面有一個說法 然後 那 因為大事發生了 因為是這樣子的 一個牽涉 這樣子 一個告而言後 一個失根的牽涉 所以 他們 他們曾經 集體不落在 一年 入住一年 以後來兩年之後 回到山上去 就是 到位置的 中間 我們會生活的 來看 然後我們 只是暫時的離開 因為他們其實還是沒有 還是想不出一個解套方式 說我們覺得 都已經搬到永久 又不能回去 可是我們又不算先說 這件事到底該怎麼辦 那 所以他們就是 不搬 所以他們 但是他們還是會回去 告訴我們 說我們回去 我跟著他們上去的時候 每一家都會在自己的土地上面的生活 就是 打掃一下之後 就消一個財物 然後 他們會用自己的文物 消一個消息去畫 那 年輕人跟我說 那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回到自己的家 我跟自己的 有些人做的 回答 所以 你再不走 就能回來看一些 的事情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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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不會 有些人 有些人